日本311核灾发生之后,食品安全让日本人相当担忧。 一般市面生的食品大多强调零减粗。 而旅日作家刘莉尔就担心地说, 一些有辐射残留的食品可能都出口到容许值比较高的国家。 而他也呼吁台湾的卫生机关应该要尽速制定更严格的食品辐射容许量, 以更严谨的检测方法来保障国人食的安全。 日本福岛311核灾发生的初期, 日本食品辐射包括色134、137的容许量为每公斤500倍克。 旅日作家刘莉尔说,当时因为是紧急情况, 日本人民几乎是吃下了地阶核废料5倍辐射值的食物, 后来才将容许值降到100倍克。 核灾发生了三年,辐射的污染并没有减少。 对日本民众来说,市面上零减出的食品是比较安心的选择。 每公斤20倍克他就算是未减出, 那没有减出的那个大家才敢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20倍克到100倍克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或是超过100倍克的东西, 他就会往基准比较宽松的地方去。 刘莉尔担心的说,台湾食品目前的辐射容许量是每公斤370倍克, 远比日本南韩的100倍克,来得宽松了许多。 他建议应该提高标准, 不应该让国人吃到相当于地阶核废料的辐射食品。 不过卫富不反驳,台湾的标准其实并不宽松。 优利尔也指出,台湾截至目前为止, 检验了4万多件日本进口的食品, 放行的像小麦粉、羊鱼条、薯条棒、绿茶、冷藏、鸡鱼等超过1公斤, 100倍克的辐射食品。 不只检验的数量远远不及香港, 有些甚至只检查外包装袋。 他呼吁台湾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标准严谨的检测方法, 甚至要求产地证明来保障国人吃的安全。